早晨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三 早上 昨天實在太忙 沒辦法拍片 所以拖到今早 都不是早上早 已經是12點半 上次高考媽寶很下運 今天真是8號 大家都發 當然了 我們早就說明了 不會贏太多錢 高考媽寶好像是八難幾元 87.5元 減40元成本 就有47.5元贏 有些人未必喜歡媽寶 因為要過兩關 好像那天我選了頭四隻 其中兩隻就是連贏位 拖到連贏位 拖到一陰 如果你不喜歡這樣買貓布 你也可以把那四隻 買連贏位 甚至三重彩都沒所謂 不過就這樣說 贏都是講運氣的 並非是我靠看財職 現在因為沒有財職看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剛剛新櫃 都是選擇一些比較鬥志強的去買 而且每個人賭碼的方法都是不同的 可以說各施各法 沒什麼所謂 我經常跟朋友或者任何人都說 最重要是收回一個本 我不貪的 我不會說我要贏多少錢 最重要是穩固 收到錢就可以了 當然了 你們都看到現在這樣 你說好財 是 的意思是好財 不過不要緊 你長期看你就知道 我季尾的時候一直都有種的 不過我自己就是 現在就是買多了 騎士王和連馬斯王 我在我的群組裏面都有說 然後又中了 那一會兒我會給你看 那天的口碼簿就有選四隻 頭關就是1和10 這個8 我這條肌是比較少些錢的 因為我以前也有說我 不過這裡是新把季 再說一次 我通常選四隻 有兩隻我就比較有信心 我就會加重儲 那這條10 我就是一般的 所以兼顧 那麼 飛又低一點 就是不會買這麼重的 那這條就是比較重一點的飛 那這條就是比較重一點的飛 那這條就是87個半 那我大概是 那我大概是 你這樣給吧 就是200這樣賣的 通常就是 當你 前面那兩隻我就20元住了 當20元住了 那這裏就會是80元一住 那我會是這樣賣的 那當然了 那當然了 因為爆冷炮那些 那沒話說了 那不 來不中我都會是 照樣會是買重一點點的 因為覺得爆冷的機會大的話 我就會是 就是一樣買回來 因為如果做了冷 你一樣好分的 那這個是我的群組 那歡迎你加入 那我就 我會上次 上次星期都有講我 那我就會提供 Mabel 或者是 蟹絲王 連瓦絲王 那我都做了個表的了 那你可以知道 那我講那個 贏多少錢 我通常就是 在群組那裏 100元住的 那 我因為個人 因為我不知道 你經濟上 負不負不負擔心 那我自己就不知道 就是我的銀馬 當然是大的了 那 看個人的移迪 那 This is my QR code If you'd like you can join me and I won't charge for anything and I will try to offer jockey challenge or train challenge even sometimes I will offer another double 那 還有 我是不會收費的 那 歡迎你加入 那 那 我提供了那些 好像這個朋友 就是 他可能 覺得我上面四隻 五分 不要緊要的 這件事 真的沒什麼所謂 那 他就自己改 我可以把我的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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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喜歡 然後他便把他射下去下去 下場 馬泥 那只要射一隻 我沒有問清楚 然後當他射一隻 他便很分量 因為這個好像排成一百百十幾 所以各书各法,你觉得我的码可以的,说得对,又对你的心脆,你可以怎样买都可以的,你可以做胆,或者是什么,自己各项自己考虑 这个就是我的群组,大概是4.47元,那我就提议买骑士王,因为判断已拿了分,之前不够买,各个人不同,有些朋友就觉得赔率不要分,那就看吧,自己谷一下,我自己就觉得有些像买股票,有二十几个percent都挺好的,不是那么容易, 至于这里,下面那里就是,我说是100元的,那我可能太急了,就打了个斜线,其实是100元的,不过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有信心,我都会叫买200元,300元的,没什么所谓的,那大家自己觉得自己可以负担得起就买了,这个就是今次的了,那就是, év華斯王,那你能看见会是,那就是投注就是40元,那收了87 Times,那減贩40元就赢47個半,那这个是令马斯王,那投注是100元,那他当时the赔率就是33,下面 1.33 即是33元 這就是騎士王 當時只有1.28 即是28元 開季就已經叫做贏了 騎士王 連馬斯王都是那句 就是不要貪 我自己覺得有分才再賣 說回今晚 今晚我就看過 就是美場的心上事成 為什麼我會選這隻馬呢 那個廖康明剛剛開新馬國 又找了希威森 他又新來了 我也看過他 整個暑假都留在香港 就一直照顧馬 我估計他都想盡快贏頭馬 變了就打向名字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而且他剛剛貴尾都贏了一場了 都不可以說是貴尾贏了 他1.12 輸了頸位 當時就是中二麗騎的 那就是1200米的 那他輸了一點點而已 那他已經是上季練贏了三次了 我估計他會是為了他自己的事業 應該就是鬥志你不用想的了 一定在這裏 而且他這隻馬就是有前速的 而且這麼輕的黨117 排第四檔一衝衝上來 拿著他賣籃 問題就是其他馬會不會過到他 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就覺得他就坐而忘一了 那位置都會有很大機會的了 那當然了 那我也希望他贏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也是想债在香港 所以兩個加起來的鬥志就應該夠了 問題就是第七場了 那選馬的而且難選 因為很多隻都可以 那要講運氣了 那成本就會是看了 那我盡量選四隻出來 說當位好呢就是 英號號碼 變成了潘頓劇路富泉 那現在呢 他又反而不是大熱門了 那這隻馬呢就是之前都是潘頓贏的 那上季就跑一次一千 那第一次是梁家俊 然後就轉了潘頓 那就只有1.7 那他都贏得漂亮的 那跟著呢就再轉了班德里 那跟著不知為何就跑不出來了 但是那個距離就很近的 那我覺得這隻馬可能休息一休息 可能會好些 所以呢 我覺得首選我就會選它 那現在呢就是加州得力呢就是大熱門的 但是現在太早了 現在才1點鐘 那3點8 那我就不知道啊 那我看他呢 那我看他呢 你或者馬是否好 好爛呢 那也不太知道 他也是貴 那就是之前是開季的時候呢 就是贏過兩場的 那接著跑第二 第三 那接著就走下球 那可能就體力消耗啦 那希望他又是休息回來啦 那又有機會的 那所以二 那接著第三者呢 我就選了就報民那一隻 鐵無二 方家柏的 那當位不是很好 所以他的賠率就好分了 有成九倍的 那這裏呢 那接著我再選了一隻 就是叫尼多夫 尼多夫就是九號馬 那他的當位是好的 那這隻馬也是有前速的 那有機會都是在前面的 而且一一九磅 那我覺得這四隻呢 就應該頭畫在這裏 那但是有一隻呢 就有機會爆冷的 那我就覺得馬的號碼就好了 八號 菜菜 那田太安的 那有十八倍 那我呢 會買這隻呢 就是會兼顧少少了 但是那麽多隻 如果多一隻十塊五十塊 就不是那麽合法算了 那我仍然都是 就是在這裏說 就是二三六九 OK 那尾關就是十號 那各一隻呢 那各一下呢 如果你覺得 田太安的九號呢 那田太安的八號呢 都好像有機的 那你都可以買少少的 那我選擇 我選擇 我選擇 那如果不喜歡 買馬步 你喜歡你 那麽都可以 那麽 祝大家好 Good luck for everybody 拜拜